为了提升桃园红茶的品质并提高知名度 市政府持续办理红茶评鉴比赛 今年竞争很激烈 参赛点数有438点 比去年多了一成 而最后由龙潭茶农廖文金夺下特等奖 特别的是廖文金的老婆钟桂香及儿子廖俊荣 也荣获了头等奖 可谓是三喜临门 桃园红茶评鉴成绩揭校 市长曾文灿将排扁 逐一颁给获奖者 为了打赏桃园红茶精明度 提高制茶品质 桃园市政府每年都会举办红茶评鉴 今年茶清收成时遇到大雨 但茶农仍透过精湛制茶技术 让茶叶品质维持在高水准 今年共有438点参赛 比往年多出一成竞争相当激烈 入口的口感很香醇 一点都没有红茶的色感 所以我想这个桃园红茶是很棒的 那今年我们遇到两个挑战 109年110年遇到旱灾 那今年遇到豪大雨 不过今年参赛的点数从360点 提高到438点 也代表今年茶叶是丰收的 经过评选 今年的特等奖由龙潭茶农 廖文金拿下 70岁的廖文金种茶超过40年 制茶功力深厚 而特别的是 他的老婆钟桂香 儿子廖俊荣 两人也获得头等奖 三喜临门让他相当高兴 今年茶困难的地方是因为今年水汽真的多 我们在宵亲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也跟爸爸 严理一些比较新制成的做法 所以今天的成绩还算突出 像我做茶的时候 就好像每一天都在做比赛茶 就努力向上 透过制茶维持高品质 投印红茶也在去年缓新包装 规划茶叶分级 并制作防卫标章 要透过品牌化 打响桃源 厂经产业 这个对比赛 对比赛